征卷 生命殿尸 慈悲放眼 如窮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般若讲座 海涛法师 般若讲座 海涛法师 般若讲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式开始 今天所在的地方比较特别 因为这边是代表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 一个立民的一个大学 那刚刚来的时候 我们负责了说 这边出现了很多总统 所以我想各位来这边 也会种下将来做总统的因 所以记得我从小 我爸爸就跟我说 你将来一定要做总统 但是后来他就抱怨我 为什么我跑去出家做和尚 但是我跟他说 和尚才是同理自己的总统 因为你可以管理你自己 你才可以去帮助别人 统领别人 所以就像一盏灯 在黑暗的地方 你亮起来 你才可以把这个亮度传给别人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培养各位做总统 简单的说 一个人如果没有自私的欲望 你看他多自由 因为美国是讲自由的 就像一个女孩子去爱上一个男人 他就不自由了 他就住在监狱里面了 各位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这个在我们叫禅修 你要想清楚 不要跟着别人感觉走 所以一个将军 可以在战场上战胜很多人 但是却输掉自己 为什么 他不能战胜自己 所以如果各位要得到真正的自由 那你就必须开始训练你的感情 让他不会被他绑住 那你才有自由可以 就像各位刚刚讲的 我们有身体 那我们很怕这个身体 生病 车祸 死掉 那你永远都在惧怕里面 那你永远都不要坐车子 那这样你就不自由了 那为什么我们有这个身体 你会觉得会怕 因为有个最重要的观念 我们认为说 我 这个我 身体就是我 生命就是我 这就是最错误的观念 事实上 先不谈身体 就像前面的花 前面的花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给它太阳 给它空气 给它水 它才存在 所以一直说 花并不是独立的 花是依靠太阳 依靠世界 那我们的身体也不是我的 所以要慢慢有这个思维 因为我们认为 有一个单独的我存在 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的存在 是不能够离开国家 离开太阳 离开爸爸妈妈 那这个观念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要 讲的很重要 人的命运 不是掌控在 佛陀 或是哪一个神 人的命运是掌控在 你的想法 你的心态 如果你的心态 有正确的认识 那你就成为生命的主人 那是个重要 神是存在的 就像佛陀是存在的 神 他可以 帮助你 只要你能够心态正确 走正确的路 那神是你最好的保护者 所以今天要讲的是 心才是我们生命的主人 那今天要讲的 你如何做总统 你能够掌握你的心 那你就可以影响整个世界了 而不是光一个国家 因为刚刚有个观念 就是说 这个世间 每一个生命 包括花 包括学校的存在 都要依靠种种各种因缘 互相影响而存在 所以你的心可以影响世界 有这个意思 就像很容易比喻了 你对别人笑 别人就对你笑 你骂别人 别人就骂你 你要别人对你笑 那很简单 你就对别人笑 那你就在改变世界 就像今天我们大家来开会 前面摆的三盆花 很漂亮 那这个漂亮 就会在你生命种下一个基因 因为你给这个世界漂亮 以后你的外表 你的脸就会漂亮 因为经常有人问我 师父 我为什么长得不漂亮 我为什么家里穷 这个是上帝神不公平 我说你讲这句话 没有责任 因为今天你长得漂亮 是你自己制造的 为什么 供粮花 脸不生气 你才会漂亮 不是你爸爸妈妈 也把你生的比较丑 今天你的家里很有钱 是因为你过去很喜欢帮助贫穷的人 很喜欢用钱去布施 所以你家里就很有钱 就像这一杯水 它为什么是甜的 它不是随便 因为它加糖 这个跟宗教没关系 为什么它是咸的 因为它加了盐吧 所以你的生命是甜还是痛苦 是你自己制造的 所以你为什么会快乐 因为你懂得原谅别人 懂得慈悲 不会生气 所以你快乐 当然现在很多人认为说 有钱就快乐 长得漂亮就快乐 那个还不是真正的快乐 是你心里没有贪心就快乐 你心里不执着漂亮 那你就是最漂亮 所以各位要思考一个问题 脸漂亮重要 还是心漂亮最重要 所以有些人会说 为什么那个人长得很高 我长得很矮 我不快乐 我会跟他讲 那你就站在二楼 不要下来就好 所以重点是你的心 如果你心量很大 包容别人 那你是最高的 如果你心量很小 嫉妒别人 那你是最矮的 所以我想 在学校里面 做学生 那我们要学习 了解自己的生命 这个很重要 你唯有能够管理你自己 你才会快乐 千万不要把快乐建立在 别人给你快乐 你才快乐 所以真正的快乐 并不是感情的依赖 真正的快乐 不是拥有很多钱 真正的快乐 不是一定要做总统才快乐 所以如果各位今天 决定从今天开始 不要生气 不要有很强烈的欲望 那你现在不是做总统了吗 快快乐了 就像一个女孩子 跟她的男朋友 跟她先生说 你晚上没有回来 也无所谓 那你就做总统了 所以我想 快乐或痛苦 决定在你自己 千万不要依赖别人 就像我们理个大光头 别人说你们为什么要理光头 不知道弄漂亮一点 因为我没有头发 比你有头发快乐 至少不用用洗发精 因为没有头发 就像我们每天穿同样的衣服 从来不换 那这样你就自由了 就像我们出家人 没有太太 没有儿子 所以很自由 我想各位就像你到学校来读书 你在这个学校读到博士毕业了 然后你要去服务社会 这你很快乐 但是如果你去服务社会 有目的说 你要给我多少钱 多少地位 我是博士毕业 那你就很痛苦 不快乐了 所以各位听到我这个地方 原来能够管理你的心 征服你的心 你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快乐 所以我们任何宗教都可以 那你要利用你的宗教的经典 来训练你的心 就像我们在前面摆个地球 很多人把他的爱人 儿子相片摆这边 你要问 爱儿子快乐 还是爱地球快乐 爱儿子 爱爱人 那是一种自私 但是你爱地球的众生 那是一种慈悲 那才叫快乐 就算各位你有眼睛 你这个眼睛 只想要去看美女 看卡通影片 你眼睛就不自由了 你应该把你眼睛去看 哪里有纸屑我可以剪 哪里有生病的老人我可以帮忙 那代表你眼睛 很漂亮很自由 所以我在各位 作词上有一本书叫 慈悲的眼睛 就是希望各位 这个眼睛 你要去找 哪里需要我帮忙 那这个眼睛最漂亮 如果这个眼睛 只去找 你喜欢的 你很想看的 那你的眼睛不好看 很自私 所以 如果你从这个学校 读到博士毕业了 你是要去服务整个社会 不分非洲 不分美国 哪里有苦难 你要去服务 那你是最自由的 如果你从这个学校毕业了 你只想要让别人认识你 因为我是一个高等学校 一个博士 那你很不自由 因为你有一个骄傲在 你很痛苦 以前有一个做生意 卖严的 赚了很多钱 但是他每天晚上 就在那边数钱 数钱 数到天亮 但是他发觉 前面有住一个乞丐 他每天就 坐在那边 唱歌 然后弹音乐 他很快乐 他就觉得说 乞丐都比我还快乐 然后他的秘书就跟老板说 老板 你明天给他一些钱 你再看看他 会不会在那边弹琴 然后他就 那老板说 他现在这么快乐 我再给他钱 他一定更快乐 他说 好吧好吧 就叫人家拿钱拿给他 结果拿给他 那个老板 三个四个晚上 都没看到那个乞丐了 然后他就问他的仆人说 为什么乞丐 那个乞丐说 哇好苦啊 我有这个钱 我不知道放哪里啊 所以他开始不快乐了 所以我想 一个人要了解生命 了解世界 他一定要有一个 冷静的智慧去分析 这个在我们叫禅的意思 所以当你冷静去想一想 哦原来 我每天没有玩手机 我很痛苦 所以现在的人 已经不信仰宗教 他信仰iPhone 所以他不快乐 当然佛教不是叫你把手机丢掉 如果你拿手机再找 哪里有病人需要我帮忙 哪里有社会需要我去付出 那这个手机是有用的 但是如果你找手机 只是听音乐 看电影 跟女朋友 跟男朋友聊天 那变成手机的奴隶 你没办法去用它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 做生命的总统 不要做别人的奴隶 做金钱的主人 不要做金钱的奴隶 做感情的主人 去爱生病的人 爱可怜的流浪狗 不要做感情的奴隶 只去爱一个男人 或爱一个女人 然后爱得到最后 还有人自杀 所以如果你去老人院 照顾老人 你去孤儿院 照顾孤儿 那种感情叫慈悲 它不会让你痛苦 所以当你的心 去想要抓住什么东西 或控制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痛苦就开始了 就像很多妈妈来找我 师父 我儿子很难教 我很痛苦 我就跟她说 你自己的心都管不好了 你还管你儿子 所以我想各位 如果你要得到 真正的自由快乐 那释迦牟尼佛 她就在教这种控制心的方法 等你把心训练好了 然后你再去谈恋爱 你可能不会那么痛苦 因为你会不想抓住对方 你会想说 那就随顺因缘吧 就这个意思 所以就像各位来学校读书 如果你的动机是正确的 我读书 做一个大学生 是希望服务这个社会 有没有地位 有没有金钱 不重要 只要我能够服务社会 所以我来学很多东西 那你做个学生 很快乐 但是很多人就往往想说 那我能够做总经理 我能够做董事长 我能够做别人的总统 我才快乐 那个叫野心 它会让你不快乐 就像一个女孩子 可能你现在年轻 很漂亮 甚至很性感 但是你有没有想想看 30年以后 50年以后 你变成老太婆 那不是生命很悲剧吗 但是大家都认为 现在世界上有一个美女 大家都很认识她 那就是德烈莎修女 她好美 所以我想 这个观念就很简单 自私 那是痛苦的 当你不自私 去奉献自己 去爱重生 那才是快乐 所以我这辈子能出家 我有一点这种思想 我年轻的时候 他们办法会 那大家都去请漂亮 我呢 我这到最后 没人请的我才去 那我就很自由 就像我做个出家人 是因为我结过婚 生过小孩 我才知道 爱小孩的那种 那种爱 让我们付出很多 但是我觉得我很自私 因为世界上 孤儿小孩那么多 我从来没有想过 去爱他们 我生了一个小孩 我才爱 后来我才了解了 自私的爱是痛苦 我应该去爱 更多的小孩子 那才快乐 就像佛陀 那个时候出家 他的太太哭啊 很伤心啊 那佛陀就跟他太太说啊 世界上有很多人在痛苦 我们应该要去 找出帮助他们 离苦的方法 不能光享受自私的爱情 如果你会痛苦的话 你把你对我的爱 去爱皇宫那些 很可怜很穷的人 你就不会痛苦 就像我刚出家 我也去佛教的学院读书 我的师父给我说 你不要去拿第一名 第一名很自私 那我说那去读干嘛 你去服务全班的同学 你去服务整个学院的同学 让他们快乐 那才叫第一名 就像各位在这个学校 假设你是一个研究生 是个博士班 因为你本身就很会读书 那没什么 但是你下课以后 愿意去厕所 把那个马桶洗干净 让别人上厕所很方便 你才叫第一名 就像世间大部分人都是要把钱放在自己口袋里 但是如果各位你可以把钱捐到非洲很可怜的 那那个时候你才知道 哦那种快乐是没办法形容的 所以了解真理有智慧的人 他就会快乐 进一步 他会平等的去爱所有的生命 包括一只狗 一只蚂蚁 甚至一个鬼 都是他爱的退下 那个叫慈悲 平等的爱 那才是真正的快乐 所以我们所谓的真理是什么 就是绝对平等 绝对平等 不是人比较高 动物比较低 不是佛教比较高 其他宗教比较低 不是有钱人比较高 穷比较低 如果你有一个对所有事情都平等的心 那你就永远的快乐 所以如果你心中还有敌人 那你是过得很痛苦的 就算有人伤害你 你还是平等的对待他 就像你的爸爸 你的儿女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修行 所以现在我问各位一句话 你一定会回答 请问生命真正的敌人是谁 你一定会说自己 所谓自己就代表你的心态 因为你有欲望 你会生气 所以你会伤害你自己 重点就是说 你觉得有一个我这个主观的 那是我的生命 那是我的自尊 那是我的家庭 你不能侵犯我 那这会造成社会对立 所以我的身体受伤了 我的钱被拿走了 我的爱情被欺负了 这个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你加一个我 这是我的 你就会痛苦 就像一个人到山上去看风景 结果隔壁的人是开一部 很贵的跑车到那边看风景 你是骑脚踏车去看风景 结果两个人在看风景 骑脚踏车就很痛苦 哇 他怎么开跑车来这么有钱 因为他忘了看风景 他在做比较 所以他很痛苦 就像一个女孩子 很喜欢挂一个钻石 它只是一颗石头 但是他放在身上 他觉得很骄傲 你还不如拿一颗石头 石头还可以盖房子 所以如果各位现在是学生 我就必须讲 千万不要赢人家 你想赢人家本身就是一种竞争 是一种不正确的动机 你唯有能够赢你自己 战胜你自己 那才是真正的成功的人 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没有男朋友 没有女朋友很寂寞 那是一种自私 所以你很痛苦 那你为什么不把你丰富的感情 去帮助那些流浪人 帮助那些可能需要被帮助 那你不是没痛苦吗 所以再讲一次 依赖就是痛苦 依赖外表 依赖金钱 依赖地位 那会让你痛苦 因为所有的漂亮 就像这个花 各位都知道 它最后就会变肥料 被丢在垃圾桶 如果你执着花很漂亮 有钱外表 你将来一定痛苦 因为它会变垃圾 那佛陀是要我们了解这个真相 凡事存在的都会变化 会变化才叫永恒的真理 你要接受所有的变化 但是我们一般人不能接受变化 我的男朋友 外面有女朋友了 我的地位被砍掉了 他就很痛苦 甚至想要自杀了 所以所谓真理 佛法 它就让你的心能够了解 变化是一种漂亮 这样就好 所以就像你去公司上班 你很认真 突然老板说 明天把你fire 那你说没有关系 我有空我去老人院帮忙 那你就快乐了 就像我年轻的时候 还没有修行 带女朋友去看电影 我都跟她说 如果你要跟我分开 电影看完才说 我看完了就OK了 所以各位 如果你要得到永远的快乐 医生跟你说 你得癌症了 OK 我心没有得癌症 所以一个永远不会生病的人 并不是身体不生病 而是他的内心 他训练得很好 这个身体只是工具 借我用的 这个才是解决生病究竟的方法 那如何让你的心变成自由呢 那就要把这个我这个东西拿掉 我喜欢 我讨厌 这个你要训练它 那这个就叫 禅修行 这个意思 当然 所以首先你要消除贪心 就是自己的贪心 那你要开始先学习 布施啊 先付出啊 慢慢的贪心就会简底 如果你要得到永恒的感情快乐 刚刚跟各位就说了 多去同情可怜的人 用你的感情去帮助 这些可怜的 众生可怜的人 慢慢你的自私的感情就会淡掉 有一次我在街上走 有一个女孩子站在那边哭 那反正我也没事干 我出家了 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哭 他就一直看我 他说我男朋友没来 那我就跟他说 走来走去这么多人 你都不爱 你就爱一个男人 所以你很痛苦 所以我跟他说 我站在这边 虽然我是一个出家人 我对每一个走过去的人 我都用一个念 我们在念 一个真理的心 一直希望他们快乐 所以我一个人孤独 我不会痛苦 就像各位看到 电视上很多出家人 都在念这个 念这个就代表一个慈悲心 一直不断的动 不断的动 去慈悲花草树木 猫狗神人 都对他慈悲 没有自私 他就会快乐 不停的慈悲 而且这个在绕的时候 会把别人的痛苦 都吸进 从中间吸进来 然后呢 把生命的快乐 转出去给对方 就把对方的痛苦吸进来 把生命的快乐给对方 所以你就会很快乐 就像我们今天提早来这个学校 我们就先进教堂 坐在那边念经 希望在这个教堂里面 进来的人都得到快乐 听说那个教堂里面 很多人结婚 所以我这边念经 希望他们结婚以后 了解这个真理 不然两个天天吵架 只要一辈子也不快乐 所以简单的说 我们你要得到生命最高的快乐 我们这个生命就像一个吸尘器 把不好的透过我吸进来 把好的透过我布施出去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所以各位 用在家庭好了 你回家以后 不要要求你的先生太太 儿女对你怎么样 而是说 我回到这个家 我目的要来给他们快乐 我赚钱要给他们 我不会要求他们 那你就快乐 就像各位来这个学校上课 你要想说 我来这个学校 希望校长 教授 同学 都因为我的存在而快乐 我帮他们做一点小事 然后我对他们 没有求什么 那你来学校读书 你的心灵就会成长 就像各位将来 去一个公司上班 你要想 我要把我的能力 知识 来奉献这家公司 来奉献所有的客户 那无所求的去服务 那你最快乐 那个时候老板会给你 最高的薪水 你根本不用想这个事情 因为要找到这种人不容易 而且各位最重要的 比如说你妈妈在生病 你如何让她不要生病 那就是你保持一个快乐的心 去跟她说话 因为你会影响她的 所以她自然心情也会好起来 然后进一步呢 你又去帮助你妈妈 还有帮助更多其他的老人都 虽然她在生病 你跟她讲笑话 你让她快乐 那这个力量 你帮助十个老人 心情很快乐 身体很快乐 这个力量给你妈妈 你妈妈很快就好起来 人的命运 是决定在她 对待其他人的行为反作用力 比如说你很想有钱 才可以帮助更多人 那你现在就不要自私 多用你的钱或体力 去帮助更穷的人 多用你的能力去帮助老板 那你自然行为反作用力 别人就会给你很多钱 那你就可以帮助更多人 所以刚刚我讲了 你对世界笑 世界对你笑 你骂别人 你被别人骂 所以你的眼睛不好 那如何让眼睛好 那你让别人眼睛很舒服 点灯啊 弄得很漂亮 看得很漂亮 你让更多人眼睛很舒服 行为反作用 你的眼睛就很舒服 很健康 所以做一个结论 人是自己命运的工程师 人是自己外表的雕刻师 是我们自己在制造自己 你为什么眼睛很迷人呢 因为你的眼睛不瞪人家 你经常用漂亮的东西给人看 所以你的眼睛就很漂亮 这很自然的头 你的皮肤为什么很漂亮呢 你不乱丢纸屑 地板擦得很亮 把黑板擦得很漂亮 很干净 你的皮肤就很漂亮 所以我今天讲的重点是 你的心才是你的真正的宗教 所以我们现在要找到一个圆满的宗教 那不分你是佛教 道教 回教 那个只是一个名字 一个人能够爱对方 不分你跟我同不同宗教 不分你跟我是不是像同一个国家 我永远要去爱你 爱心 平等的爱心才是真正的宗教 有一个故事 有一只毒蝎 掉到一个洞里面爬不起来 那有一个有爱心的人 就用手去想要帮助他 结果那毒蝎就咬他 那人家说你好笨啊 那这个人说 他咬我是他的责任 救他是我的责任 我做我该做的 就像各位 你没生病的时候 也最好去医院坐一坐 为什么 你就坐在那边 用你的心 很健康的心 很慈悲快乐的心 去影响整个生病的人 慢慢他们会被你影响 现在很多人得癌症 医院都客满 为什么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 很喜欢吃肉 因为动物被杀很痛苦 所以吃肉的人很容易生病 那我们不能管 不能管他吃不吃肉 那你自己吃素 经常吃素 保持平等的心 坐在医院来观想他们 他们就会慢慢 因为女儿好起来 有一句话 吃素不是为了自己的健康 那就是支持了 不要有为自己 吃素是为了爱众生 爱动物 慈悲心 那你自然健康 你不用求健康 像我自己 我得到一个证明 我的妈妈得癌症 很痛苦 那我师父说 那你就吃素 我一吃素 喂我妈妈 她就好了一半 不可思议 有一个真理 这个世界没有单独存在的我们 一切的存在都互相影响 所以你可以影响世界 世界也会影响你 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态 语言行为 都在影响整个宇宙 都在参与整个世界 所以你妈妈生病 那你就保持慈悲心 不烦恼的心 又去帮助别人 那你就可以影响你妈妈的身体 现代人很喜欢批评政治 我觉得这样是伤害政治 今天任何一个政治的人物 他做的事情跟你不一样 那你更要用光明的心 柔软的心去影响它 它就会改变 黑暗不能消灭黑暗 唯有光明一点 黑暗就消除了 暴力不能消灭暴力 也唯有无私心的慈悲心 才可以消除对立 消除暴力 血不能把洗 血洗干净 唯有用清净的水 可以把血洗干净 唯有用慈悲 可以消除暴力 消除战争 现代人很喜欢讲世界和平 结果在餐桌就吃很多鱼肉 一点都不和平 现代人经常把他家的厨房 当作杀身的地方 把大家的冰箱当作冰仪馆 把他的肚子当作动物的墳墓 所以现在世界不和平 所以现在人很重视环保 重视天气 那各位现在世界已经流行Vegan了 大家都知道 一个人羞慈悲心 然后呢不要吃动物 那这个世界的环保就可以总于种了很多树 就不会破坏整个环保水池的问题 但是你已经吃素了 就脾气很不好 那你依然在破坏世界 曾经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 师父那个乳牛 为什么会做乳牛 好可怜 乳房那么大 每天被挤奶 他们好可怜 因为乳牛也不想这么受苦 那为什么会如此 佛教讲 因跟果 过去世 他可能很喜欢用它很大的乳房 去让别人欣赏 然后呢去玩弄这个性的问题 所以他现在就变成这个果 很可怜 所以听起来不好听 但是这个事 所以简单的说 他们为什么会被杀 因为他们过去杀人 他们为什么会被欺负 因为他们过去欺负人 这是简单的原理 有一次我跟我的师父去泰国 他们路上很多狗 然后他们都得皮肤病 很多狗得皮肤 一直养一直养 我就问我师父说 他们为什么会做狗 我师父说 他们过去是个男人 都很好色啊 每天都很好色啊 所以他们现在天天皮肤养做狗 所以我们要了解个真理 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生命的快乐 和痛苦 负百分之一百的责任 你现在做的会影响明天 你这一辈子做的会影响下一辈子 你过去是做的会影响你这一辈子 你要了解这个真理 所以今天我们到华盛顿 刚才看到很多战争的纪念碑等等 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想法 因为我打赢你了 将来你还是会来打我 所以唯有平等的真理叫空性 唯有平等的力量叫慈悲 才是世界跟众生真正和平的方法 比如说各位听一听 如果你愿意相信 那也是个善根 就像我们佛教的真实故事 释迦摩尼佛的家族全部被杀掉 女人被砍手砍脚 男人被推到河里面淹死 那人家就问佛陀说 你成佛了你的整个家族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佛陀就说在过去世 当然各位你要相信轮回 然后我们世家族的人 为了要去抓鱼 拥有红色的毒汁 毒死河里面所有的鱼 那现在呢 鱼王就变成琉璃王跟将军 带着他的军队 来把我们整个世家族杀掉 所以无论如何 各位相不相信 如果你要得到这辈子生命的快乐 从今天开始 不要因为你的自私 去伤害到其他人或任何动物 才不会伤害到你自己 所以一颗善良好心 你才有生命的快乐 一颗不善良玩弄别人 欺负别人的心 你会造成你生命的痛苦 当然有人会问 那小朋友他没有做坏事 他为什么会遭受这么痛苦的 被杀死或是病死 不是光这辈子 因为各位要相信 人还有过去世的行为 他也要负责 所以我们做个总结 等一下各位如果有问题就可以问 心主宰我们的命运 所以你要训练好你的心 不要让它有负面的心态 而要让它有正面的好的心态 命运才会好 我们的心指挥我们身体嘴巴的行为 而制造我们的命运 所以各位要了解 所以内心里面不好的心 你一定要消除掉 一个人为什么会心脏病中风 因为爱生气的心就会这样 一个人为什么糖尿病 然后肾脏不好 血液不好 因为他贪心很重 他就会造成血液水的问题 一个人为什么会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 甚至爸爸妈妈不爱他 甚至像孤儿一样 因为他过去去破坏到其他人 或甚至是把一个鸟巢 一个动物的巢穴 把它给伤害掉 破坏到动物的家庭 所以他的生的家庭就不圆满 第二个 你希望这个世界越好 国家社会 那你要从你的心做起 你的心变好了 世界就会变好 你的心健康了 你的身体也会健康 你的父母也会健康 好 那今天 你要送给各位一些东西 这个很重要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它代表佛陀的心 那我们不是佛 但是我们把这种圆满的心态 跟这个行为力量带在身上 希望我们有这个力量 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 那这个袋子里面有六个咒语 什么叫咒 就是这个佛的圆满的功德叫咒 然后你把它带在身上 跟人家握手 跟人家讲话 希望对方也得到这个很好的力量 特别像这一张 今天你去鱼市场 看到很多鱼都死了 你把这一张碰碰水 或沙子 然后给它撒在那些死掉的动物 那这些死掉的痛苦 但是等一下要被杀的动物 都不太容易有痛苦 它不会再投胎做动物被杀 那这尊佛陀 是什么成佛的 因为它修不生气 永远不生气的慈悲心 而成佛的 所以你要带着 希望自己也不要生气 你只要记得它就好 因为生气是最伤害爱心跟慈悲心的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有爱心 有悲心 有力量的人 真的要控制脾气 所以 如果你希望成为一个总统 这么有力量的人 很有钱的人 你首先要做的就是 不能生气 你想要你的脸长得很漂亮 不被讨厌 你想要你的声音很好听 有些人为什么唱歌不好听 你知道吗 爱骂人 声音很难听 所以你讲不好听的声音 你骂人 所以以后你唱歌 讲话声音就不好听 这是很自然的真理 所以你多照顾贫穷人 你将来赚钱就很容易 你多照顾老人让他健康 你老了就很健康 你爸爸妈妈也很健康 所以人都可以影响世界 所以你希望以后你做事业 很多朋友来帮你 那你现在就要开始学习热忱帮助你周围的人 邻居学校的人 那你将来做什么事都有很多人帮你 你头很痛 怎么样快一点不要痛 多不思头痛的药给别人 给穷人 你的头就很快 你很容易感冒身体很冷 那你多送衣服给穷人穿 让他不怕冷 那你自然身体就不会感冒 还有一点 如果你生女儿 很怕你的女儿被男人欺负 很简单 你买漂亮的衣服 去送给孤儿院的女孩子 送给她 那你的女儿身体不会被欺负 所以各位如果要了解这个道理 那有机会就多看看佛陀的语言 佛陀的经典 你就可以了解你自己 那你就可以了解众生 但是你不见得要改变你的宗教 因为每个民族文化都有它的宗教 那我们不就要想的是 心态 这样就好了 不必须要改变你的宗教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 代表忍受别人的痛苦 这是一个很好的道德 我们看到圣母玛利亚 代表无条件的爱 就像母亲爱儿子一样的 爱所有生命 包括爱你的敌人 那就对了 好 各位有问题吗 感恩法 海涛法师开始 我想问一下 作为普通修行人 没有破除自我的时候 怎么破除情感的执着 当然首先你要怪自己 因为太爱他了 太爱他了 太爱他了 然后你就拔不出来 所以你现在开始要去练习 刚刚讲了 那就去爱一些你不认识的人 把你的感情 慢慢去训练对不认识的人 慢慢对他的执着就会减低吧 再来你如果按照佛教要多读金刚经 因为金刚经他就在破除这个我像 那抄写金刚经 读金刚经 思维金刚经 透过佛的力量来帮助你也很快 我顺便提一个问题 有人问我说他很怕鬼 或是问我说那个房间有鬼 那怎么办 佛教不是把鬼赶走 佛教是说 那我就去那个房间对鬼很好 鬼就变神了 慈悲心他就不是鬼了 然后就没有鬼了 或是你念一念慈悲心的经典 大悲咒 就说慈悲心一起来 你不要怕他 那那个鬼就被你慈悲心影响 他就变成慈悲心的神 这样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愿意多去慈悲 慢慢你感情的执着就会减低 所以各位要练习 像我看到花 哦谢谢你花 好漂亮哦 这也是慈悲心 当你喝到水 哦谢谢这个水 哇来得不容易 感谢他 而且我要喝水之前还会喷两滴 哦希望他们也可以喝 希望这个地方干净 你就一直在培养就可以 当你穿衣服的时候 哎呀 你要想 当然所有能的人都有衣服穿 你就一直在培养就好了 当你吃饭的时候 各位吃饱的时候 你就想 哦希望所有人 所有动物都吃得饱饱 那你就一直在培养这个慈悲心 那那个负面的执着就不见了 像各位拿了这个带在手上 你不要光带着 你每次要摸一摸 哎呦 他会发光 他给别人快乐 你要这样想 当你拿着念珠 哦 不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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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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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帮助你 你要加上这个念头 那你爱太多了 你就没有个人的爱 前期有个女孩子问我说 他没有人爱 没有男朋友 我说没有关系 你多去爱别人 你到时候男朋友就一大堆 真的后来就是这样 但是记住一句话 爱不要建立在欲望 爱不要建立在做爱上面 哦 还有问题吗 我家有那个 好多 有几个老鼠 但是我们是修了戒的人 是不可以上身的 对 但是呢 他半夜里都会咬真心 我就起来说 这个地方是我们住的地方 希望你走在外面 不要到这里 我们不要睡觉 过了一段时间 他又咬我的枕头 后来我就想 什么办法 可以把他出去 就是说 我们也不能去伤害他 显然你不很爱他 你不爱他 他就会更在你家 所以这些老鼠在你家 都跟你有缘 如果你爸爸妈妈兄弟姐妹 你一定要相信 不然不会在你家 而且你欠他债 那这怎么办呢 你就爱他吧 多一点食物给他吃 白圆一点 你要对他好 他才会对你好 这是真理 你要相信 虽然听起来很愚蠢 佛就告诉我们 慈悲就可以超越一切 但是千万不要讨厌 对吧 好 换你 大声一点 第二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 美国的合学 对国家感兴趣 但是这边缺少很多 国家的合理 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建议 说从哪里开始 比较好 我想并不是美国人民 对中国人民有意见 我想比较大部分 是领导人的 因缘的问题 所以你现在 也一定要 我们 我们是中国人 那我就替中国人观想 送花给总统 给川普 你要这样观想 可能我过去对不起你 你要这样观想 然后也观想 哦 那我们 美国人 也送花给我们 主席 对不对 那你要这样去想 而且 佛教也是真是这样说的 再来 都供养像这样一对花 很漂亮 那你要供养两方面合不来的时候 那你要经常在佛前供一对花 点一对灯 有一对一对一对的 那如果你喜欢放生 就要放鸟 因为鸟永远在一起 它不会分开 感情不好也好 两方面对立 你要这样去做 因为我们身为一个 哪是我们是中国人也好 美国人也好 在佛教来讲 中国人就是美国人 美国人就是中国人 使他们有分别 但是我们要以 无分别的这种 空性跟慈悲 多用这种念头 如果我们 这个念头越多 两方面就会很快就会和谐 但是千万不要加入批评 加入批评会火上加火 我想不是光对 我们自己的国家 对叙利 对有灾难的地方 对贫穷的地方 各位要将你的功德 不管你是供花念经 多多的回想给它 反正正面的力量多 它就负面的就减低了 我说缅甸人在处理洛兴亚的人 所以我在观想的时候 我用洛兴亚的名字 去做很多供花 回想给缅甸人 也用缅甸人 然后就回想洛兴亚 就是说 我们佛教是造成一个和谐 用一个慈悲心 就可以造成和谐 所以一个重点 这是佛法要解决的 中国人 美国人 西班牙人 非洲人 通通是平等的 但是因为世界人有分别 所以有对立 所以佛教用空性 平等 超越一切 所以我们必须用这样的心 一直去影响他们的心 希望这个世界 达到世界一家 很有分别 不但是人 包括动物也 养一只狗 一只猪 跟我们一样有感受 我们也会慢慢 成为跟它一家的 就这个意思 第二个问题 你讲的问题真重要 因为 唯有佛法的真理 真是旧世界的光明 可以超越宗教 超越国家 超越宗族 但是如何让这个真理 也能够让所有的学生 部分宗教都可以听得到 首先你要祈愿佛的加持 经常念 本师释迦牟尼佛 念阿弥陀佛 特别这边是 乔治华盛顿大学 那你要齐请 华盛顿加持 它有力量 齐请 林耿加持 它有力量 它在这个土地 有力量 并不是因为 它肉体不在了 那再加上 自己的这种悲心 你自己的悲心 你希望你的同学 更多的华人 能够了解这个道理 那自然因缘就会成熟 这个叫佛教的不可思议 但是有一点 慈悲是一种责任 那我们就要开始 负起这个 推广的责任 所以慈悲不是放在心里面 慈悲是一种行动 责任 承担 你要开始去做 慢慢就有一个变两个 两个变三个 那我也希望 我会去收集一些 更多英文的书 中文的书 寄给你们 那你有机会 就给他们看 好 还有吗 再一个问题 时间到了 OK 我们如果说 拿这个作文 平常 就是说 你出去的话 戴在身上 如果是我戴的话 我是想就放在 这个钱包子 这样放在身上 这样子是不是 不公平 对 这个也要放在上半身 不能放在下半身 还有您说 那给我们那个 手 对啊 那我们建筑 那个十准 是不是要拿下来的 你只要有盖起来就好 因为你们穿长袖 没关系 那如果短袖 短袖事实上 我们也会把它 自己有时候会念一下 翁啊 翁好像就盖起来 对啊 就是观想 因为你不能为这个 拔来拔去 而且佛经说 最好你连洗澡都带着 为什么 因为水碰到这个 这个流到水沟 水沟里面 包括流到大海 遗留得到利益 这样 但是有一点 各位千万不要一直依赖这个 我带一大堆 重点是你的佛的心 一个慈悲心 佛的心 那是最大的力量 我们是透过它 透过念祝来提醒自己 所以今天的主题 一颗好心 善良心 慈悲心 真的可以改变世界 可以帮助别人 我们外国朋友有问题吗 我有个问题 关于这个 这个周 刚才师父好像说 可以对往生的人 有帮助 请问我们是 怎么可以用呢 像一个人要往生了 你把皱拿出来 给他看一下 经典说 闪一下光 他就不会堕落地狱轨道 甚至如果他愿意 你碰到他头顶 就等于佛进入他的身体 更好 更重要 如果他愿意 就把这个皱放在他身上 他埋了也好 他活化也好 只要碰到他身体 他就将来可以 不会受到痛苦 各位记住 你这个带着 这个人快往生了 快死亡了 甚至他已经很重的病 在医院 你就把这个送给他 带在身上 对他帮助真的很大 我们这几十年来看到 病得很厉害了 带了两天 他可以慢慢出院 让我们更相信 但是有一点 这个有力量 是来自于你的信心 跟慈悲心 如果你把这个拿去卖钱 那就没有用 所以下回我们会 多一点来 各位就直接跟他要 最好学校里面 每个学生都带一条 那你就成功了 那我们怎么样 可以不用这个业 来去断定 其他人的受伤害 受痛苦 对 一个人要超越这个业的影响力 佛徒说 只要他进入 无我 刚刚讲 没有贪嗔痴的 空性的智慧 他就超越了 你现在用针打你 你会觉得很痛 因为你还没有修 那个空性 但是如果我们 一直努力修行 一个人要帮助众生 一定要修这个空性 他就不怕下地狱 他就敢向那些神父 被火烧掉 他都要去传教 这个就是一种 智慧的空性的力量 有一点像各位在 打坐 Meditation 你很认真的时候 你会发觉 本来身体很痛 脚很酸 到一个阶段以后 身体的痛苦 你一点都不会影响 因为你专心在你的心里面 就超越身体的痛苦 好 那最后我们还要把 各位今天 在这边两个钟头的 Meditation 因为大家很专心 这个力量很大 要把这个力量 布施给国家 就像他讲 中国跟美国可以和谐 你要这样观想 布施给犹太人 希望他们死亡者得到超度升天 因为我们的心灵的力量 就可以布施给他们 后面我们写的牌位 各位看到有吃的东西跟奶油 还有饮料 但是是给那些往生的小孩子 或是战争死亡的 我们把名字写在那边 也把这个力量给他们 特别这几天在美国 在纪念老兵节 那我们这种修行的力量 也回向给他们升天快乐 各位带着里面这个圆圆的 贴在哪里 贴在你的iPhone 它就会有发光 也可以帮助别人 好 那我们把自己的 善的力量 好的心 来供养给国家 世界跟所有生命 佛陀说 不为自己帮助众生 他才是真正在帮助自己 跟我念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父母恩 上报所有国家恩 上报所有生命之恩 上报所有生命之恩 上报三宝加持恩 下季地狱苦 下季恶鬼苦 下季恶鬼苦 下季所有动物苦 回向所有堕胎胎儿 所有往生排位 美国境内 中国境内 所有人类 各种众生 若有见闻者 西发成佛的心 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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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佛陀就是精力善用自他共融 将力量运用在最有效的地方 就跟防疫一样 出门戴口罩 孔罩要代劳 公共场所 落实防疫规范 接种疫苗 提升保护力 注重个人卫生 勤洗双手 这是我的防疫酒风格 你的呢 台湾 台湾 让阿里 阿里 和阿里 在哪里 就是靠位 这些内容 勤洗双手 啊 啊 啊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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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